明人回到过去后即将迎来最艰难的一战 这个时间线的雨至波斑终于被绘图转生 就在明人封印了三代雷影之后 战场上仅剩下都召唤了水影 水影剑状通灵出了大隔离 大隔离喷发着大量肾气 明人让大家小心 这肾气会产生免疫攻击的海市蜃楼 都操纵着水影发动了水球术 飞肩剑状立即让众人向后退去 生前他曾和水影交战过 这水球只要被触碰就会爆炸 他施展了水盾水振臂将水球悉数阻挡 身后的忍者纷纷感叹飞肩才是真正的水影 在沙漠中居然还能使出如此规模的水盾 这是我爱罗通过沙子的物理感知 找到了隐身中的大隔离 明人立即接上一发螺旋手里剑将他击杀 看到水影献出了真身 我爱罗立即用沙子将其团团包裹 眼看就要封印成功 水影突然使出了真微爆微 水蒸气和有组成了移动速度超快的水影分身 都操纵着这分身带着水影快速逃离了战场 他知道面对联军这种阵容 只能将雨智波般召唤出来 他快速和联军拉开距离 之后操纵水影召唤出了一具棺木 飞肩瞬间眉头紧锁 看来不该来的人还是来了 不远处在结界里的驻肩兴奋一笑 和前世一样 般用与众不同的方式霸气登场 等了这么久终于被复活 他原本想来个雨智波狂笑 但他突然发现复活他的居然是绘土转生 顿时心情不爽 都占领水影的意识向班解释了事情的缘由 迫于联军的压力 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复活您呢 班不屑地表示区区杀力而已 居然还用上了飞肩的小把戏 带土那家伙到底在搞什么 这时联军不断地向这边靠拢 班扫尸了下四周后稍稍吃惊 他没想到五大国还有联合在一起的一天 而且居然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 大野木简直难以置信 那个让他留下一辈子阴影的人居然再次出现了 飞肩同样咬牙切齿地看着班那邪恶的身影 班同样狠狠盯着飞肩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带走他弟弟的人 在场的只有名人坦然自若 是时候让人者之神登场了 他用飞雷神将隐蔽在结界中的驻肩接了过来 一看到驻肩 班刚刚还冷酷无比的脸瞬间消失 大喊着哈希腊妈 驻肩淡定地回应了班 先前他已经从名人那里得知 他们二人的终结之谷大战后班并没死去 而是用铜束衣鞋那期逃生了 并成为了搅动忍戒的幕后黑手 他让班马上停止那疯狂的月之眼计划 班听完冷哼一声 表示他和驻肩还真是合不来啊 远在基地的都再次直锤地板 明月那家伙到底还有多少底牌 好在他提前做了准备 对班的身体做了改进 现在的班早已超越他全胜时期的实力 明月让我艾罗和三代前去追击谁也 班就交给初代和飞肩 而他这个分身查克拉已经几乎耗尽 也只能在一旁做观众了 战场上班的全身须左能呼对上了驻肩的慕龙 两个昔日老友的战斗瞬间荡平了周围的地貌 驻肩操纵慕龙缠绕住了班的须左 他让班快快停止计划 班怒气道 这个忍者世界早就没救了 在说着的同时 他开启了完全体须左能呼 并表示这一次他不会再输了 驻肩见状双手何时发动了牧人之术 两尊庞然大物冲向彼此 碰撞出地动山摇般的轰鸣 驻肩看向了一旁的影分身名人 名人瞬间明白了驻肩的意思 他让众人者们快速向后撤退 二人的权力之战即将来临